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氏 今天又來到大家最喜歡的 應該是最喜歡吧 李氏忍蕭為系列呢 到今天這集已經來到第27集了 今天這集來跟各位分享的是 有關於衝刺的543 如果想要學習有關於衝刺的543 那麼就絕對不能錯過這一集精彩的內容 如果今天這集有讓各位學到一點東西的話 不要吝嗇 記得按個讚 留言 訂閱 分享 甚至小額資助 小額贊助 斗內 使用下方超級感謝功能 支持李氏的分享 支持李氏創作 支持我的訓練 那麼我們發布就說 影片馬上開始 GO 首先先跟各位分享 所謂的衝刺能力的觀念 大多數的人可能認為 衝刺能力就是看誰瓦數比較大 有沒有破千 來做衝刺能力的依據 其實這不是完全正確的 如果只是單純用瓦數的大小來判斷一個人衝刺能力 不考慮其他因素其實這樣做不太客觀 我認為要滿足以下幾個條件才能匹配 衝刺能力 這四個大字 第一個是看選手的推力比 不是看選手的瓦數大小 推力比簡單的算法就是瓦數 除以你的體重就是你的推力比啦 我觀察在業餘衝刺型選手 至少都能做到推力比15 維持5秒以上 甚至10秒以上 各位可以拿出你的計算機 算一算這有多困難 真的是不容易 而在第二個條件 在實際操作最大衝刺這個技能的時候 大多都是比賽中搶登山點或者是衝刺點 又或者終點衝線真排名 才有可能做出最大衝刺最大瓦數 也就是說最大瓦數 很有可能是你消耗了1小時 2小時 3小時 最後衝線的時候 才要使出你的最大瓦數 所以這個大衝刺做最大瓦數 最實際的情況 可能會是IF0.7到0.8左右 持續1小時甚至2小時後 再做出5到10秒最大功率 才是最真實的衝刺數據 如果這個時候你的推力比 依然可以超過15以上 並且為10個10秒 那麼我可以跟你說 絕對是一個大拇指的啦 再來是體能條件 這個練衝刺就是要有條件的 首先是BMI 公路車衝刺學者來說 差不多都落在22到23 場地賽可能會更高 像我自己 我的BMI大概都是在22到23之間徘徊 像我的偶像 裝逼之王 大帥哥 殺工 也是在23左右 因為如果BMI太低 相對整體肌肉量也會比較低 要做出瞬間的大拋了 就會比較吃虧 各位有空 其實可以去做 inbody 身邊應該有一些健身房 教練的朋友吧 請他幫你做 那如果你的整體肌肉佔比 肌肉量啊 多在35%到45%之間 那麼你的肌肉量 就算是不錯的喔 再來是可以參考最大攝氧量 如果你的馬表啊 手錶 輸入的資訊是正確的 算出來的攝氧量 都有超過60以上 那就是具備 充斥好手的條件囉 不過前提是 你的資訊一定要正確 而且你的測量器材 也一定要是 經得起考驗的 比如說 嘎咪 嘿嘿嘿嘿 再來分享一些訓練方式 如果你要做充斥的訓練 最大功率的訓練 關鍵其實是休息 如果各位沒有做適當的休息 安排在課表裡面啊 你是很難保持新鮮的雙腿 新鮮的身體 做出最大功率 所以做充斥訓練 各位要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疲勞狀況 在體能充沛的情況下 做高強度充斥的訓練 像我自己不管在團騎或是一個人 撞的時候 大約進入我的SST 鐵蜜區間 兩三分鐘 甚至五分鐘 心率開始拉起來 以我為例 大約是超過160以上 開始有喘的感覺 這個時候再突然做 10到20秒的全力輸出 接近無氧的狀態 把心肺的峰值拉高 讓自己有點缺氧的感覺 如果我在準備充斥型的比賽 在一次訓練中 我大概會做三次 有FU的話 可能會做四五次 如果這個時候 有四距離的車友 隊友一起訓練 再突然這樣做刻意的訓練 其實對B出自己最大強度 真的蠻有幫助的 像我前陣子都在準備到全賽 我那時候的最大訓率 以及最大飾響量 都有顯著的提升 自己很有感覺 當然是但是但是 如果你常常一個人訓練 沒有隊友 沒有車友 有邊緣人 少了良性競爭的戰鬥氛圍 要你一個人啊 做這樣流口水的訓練 自嗨的訓練 其實真的非常困難 所以這個時候 你需要 飛普TAA7607旗艦款 古傳島藍牙耳機 哇名字有點長 這款耳機非常秋喔 是荷蘭冠軍車隊 JUMBO MISMA 珍寶車隊重磅合作推出 專位運動設計的古傳島耳機 聽到這裡 你的瓦數有沒有加個50瓦啊 而且啊 人體工學貼耳警掛式設計 在騎腳踏車 或者是積極運動 跑步健身 基本上這個牢靠度非常足夠 你是在使用這幾個禮拜的狀況下 激烈充斥啊 完全沒有晃動的感覺 也沒有任何不舒適 非常的讚 通話降噪的部分啊 耳機內接麥克風 並有AI智慧降噪 古傳島麥克風結合 清晰提取人聲 這種運動耳機啊 最怕就是播放音樂的時候 你聽不到外界的干擾 其實稍微的能聽到呢 是增加你運動時的安全性 比如說 後方汽車喇叭 旁邊機車的油門聲 都能提升你 在騎乘的過程中 保有一定的安全性 再來夜間照明 哇 這夜間照明超秋啊 它的尾燈啊 是類似寶石捷 一整條的 非常漂亮 超跑尾燈設計概念 內建三種正光模式 夜間也能安心運動 硬直的部分 是7mm大動圈設計 還可以透過APP開啟耳塞聲音模式 如果在使用它附贈的耳塞啊 哇 那更是享受大好音質啊 旗艦的規格 藍牙5.2連線技術 鈦合金骨傳導設計 電力長達9個小時 嗯 差不多一日北高認真騎 有機會 IPP66防水防身的級 一對二雙設備連結功能 趕快 戴上這款菲利普旗艦款骨傳導耳機 選擇自己喜歡的歌曲 馬上進入零的領域 打到屬於你的熱血戰鬥氛圍 自嗨一下 一個人也能做得很開心 購買資訊折扣碼 我都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請各位多多善用 這個時候啊 如果打開你的十號碼 看看有沒有什麼短的區段 去突破它 搭配這種耳機 嗯 非常的high 小弟我測試了兩個禮拜 非常有感覺 先不管PR有沒有破 當下的氛圍啊 就是很爽啊 所以各位想要當你對內的衝刺一哥 這種痛苦的感覺 你就是要不斷的吞下去 去習慣這種痛苦 甚至喜歡這種痛苦 讓自己end一點 你就有具備擔任衝刺手的條件 好啦 以上就是有關於衝刺的五四三 所有的分享啦 如果今天的分享對你有幫助的話 不要吝嗇 使用下方超級感謝 給理事一點小小的支持 如果沒辦法 那至少按讚訂閱分享 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對衝刺有什麼看法 下一集有空的話 做做看一些有關於衝刺的知識 分享好了 應該啦 讓我好好想想 怎麼跟各位分享 那麼就請各位繼續支持 地方爸爸的創作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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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